宝岛歌王洪一峰昨天病逝享受82岁 那么家人讨论之后决定在3月13号 为父亲举办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但是呢他的身后长眠之处 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而今天上午马总统也到现场致议 会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 再举风 三举风 中午11点半 总统马英九神色哀伤 来到洪一峰的灵堂前哀悼致意 慰问洪家三兄弟 洪一峰享受82岁病逝北一 当时全家人都陪在他的身旁 经过一夜的讨论 洪家三兄弟决定在13号 为父亲举办基督教的告别式 13号我们会办一个追思礼拜 那是在士林的灵梁堂 那时间是在早上 那详细我们会再公布 不过外界相当关心的就是 洪一峰的音乐记录片 何时可以完成 三兄弟也坦诚因为资金出现了缺口 进度的确有些落后 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陆续记录到爸爸很珍贵的就是他生前的一些片段 那当然随后就是有要记录我们三兄弟去寻找父亲的整个旅程 这个就目前都在规划当中也正在记录当中 洪一峰的灵堂设在医院里 家人打算以教会追思的方式作为告别式 预计当天将会有上千名的教友前来追思 而洪一峰的长眠之处则有可能是在淡水的福田庙国 不过详细的情形则家属还要在详细讨论 尊选正宗裸派与SNG头台北采访报道